双子座,双子座的人,性情温柔,并且还比较优柔寡断,异动感情,更是忠情,一旦认证对方,就会死磕究竟,分手后更是会一蹶不振,很难走出上一份感情,很简单先动心理,并且一旦对方回头是好想回心转意,九月姻缘抽得上上千,前任火爆归来,注定重归于好,携手余生,双子座的人, 是比较讲究的人,尤其是在爱情上,要是分手一段时间后,前任来找回他们的,常常一言不合就分手,分不过三天又复合,双子座他们分手,常常是因为一时冲动所造成的,但是后脾气过去了,再开始反思自己,双子座认识到自己的错误,以后他们又会开始想念对方,九月桃花运发烂,爱神降临, 前任疯狂到追真爱,终于等到了破镜重圆,处女座,处女座的桃花园十分的旺盛,在九月里终于要告别单身了,处女座会和自己真正喜欢的人在一起,九月桃花面席,喜鹊包喜,敬爱回头,将破镜重圆,真爱永恒,注定和你共度一生白头到老,九月处女座的人将会得到爱神的眷顾, 除女座的爱情会在这个时刻回头,你的前任点头回来找你,除女座的人,你是很容易被舒服的,一旦除女座发现有可乘之机了,就会向对方提出复合,将会得到爱神的眷顾, 是对待感情很支着,会全心全意不计回报的付出,一旦和爱人分开了,不管时间多长,除女座他们的脑海,总会浮现与爱人从前甜蜜的时光,对前任念念不忘,九月桃花蕴发烂,爱神降临,前任疯狂到追真爱,终于等到了破镜重圆,水瓶座,水瓶座念旧,每当一个人或是夜深人静的时候, 就会不禁想起失去的感情,沉浸在甜蜜的回忆中默默流泪,但她知道自己无法真正放下这段感情的时候,如果有机会来临,那么她就会毫不犹豫地重新争取,九月初,桃花蕴彻底逆袭,月老庆点视良缘,旧爱道追变真爱, 厮守终身,水瓶座但他们只要有时间就会讲究浪漫,对自己的意中人带取一份精心挑选的礼物,谁成为他们的另一半,都会感觉特别幸福,九月份的时候水瓶座人,有种旧就爱的可能, 或许已经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,水瓶座但是他们还是不能忘记这段感情, 且月桃花蕴发烂,爱神降临,前任疯狂到追变真爱,终于等到了破镜重圆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